藝術上場 戰不戰 戰 即使藝術應該在生活裡面展現 所以這一次能夠看到那麼多優秀的 我們雲林的地方的藝術家 把他們的作品拿出來 同時在這裡共同來交流創作 我想這個是對於雲林來講 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雲林縣也是藝文人才巨劇 所以這次陰陽聚會跟縣長聊天的時候 談到關於澳門的 十多年前來訪問雲林的時候 在胡偉也舉行了一場活動 那就再搞一次吧 我就回去就跟他們商量 他們也很高興 也祝福張縣長 心理健康 四月上進雲林上映堂 我們台灣跟澳門所有的書畫名家 都能夠齊聚一堂來展現他們的作品 也透過這樣的一個藝術交流 讓兩岸之間的運舞活動 能夠透過交流以後大家可以共同來分享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端 那今天我們雲林縣在地的藝術家 也在現場做揮號 從今天起到8月15號 雲林縣政府所有的清明空間 還有包括二樓的藝文走廊 完全開放給所有的鄉親 帶著孩子一起來欣賞這些好的作品 那我們希望藝術能夠向下扎根 也能夠培養他們對於藝術的興趣 讓我們雲林縣能夠厚植 這個藝文的底蕴 能夠更深厚 能夠更多的這些孩子 能夠往藝文方面 來增加這方面的一個潛力 來激發他們的潛力 讓他們興趣能夠提升 我相信雲林縣不再是文化沙漠 我們透過這些藝文的活動 讓我們的這個生活 能夠藝術級生活 生活級藝術 加上我們的這個生活美學 能夠更加的實踐 那我相信我們的視野開闊了 那我們身心靈能夠進化 能夠提升 那對於整個的生活 可以說是更加的美好 因為禁令眼簾的都是美學 都是美好的這些書畫 我想這是非常棒的 那我特別感謝我們黃開錄老師 也特別感謝我們台藝大的 林靜忠副校長 能夠帶領著我們台灣 澳門 所有的這些藝術家 能夠歷來雲林縣 增添雲林縣非常大的 藝文的底蘊 也增加我們的光彩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